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创业者的构想分享第101个 那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我喜欢这个数字 那如果说假设P 我们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一种所谓的跨结构的智慧 什么叫跨结构的智慧呢 也就是说其实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一般人我们讲落电系统来讲 或者我们今天讲我们讲数位影讯的系统 或者我们讲某一个特定的系统 大多数人都是单工的 单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看到这个触控科技 我就看到触控科技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讲的那种视觉的控制的动作控制 我们就看到动作控制 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大多数人是没办法去跨这个领域 去看到这个所谓的跨结构的智慧 举个例子 我曾经在2014年6、7月间 然后看到一个活动 就百货公司的活动 那基本上的话 我整个看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软体跟动作感知器的一个 我的归纳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的活动有所谓的跳格子 那有所谓的摸字 摸字 然后所谓的积木排列 然后再一个APP上传 那APP上传它这个东西有可贵的支出的时候 因为它APP上传的一般人都是传什么我爱你啦 或者街头车啦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行之有年的 然后再来它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去画一只鱼 画一只鱼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大型的水族箱 然后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你画的那只鱼就会进去 各位懂我这意思吗 那当然它有做一些互动科技 就是说你可以叫鱼来来来啦 你可以跟鱼讲拜拜 然后叫鱼走 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未饲料的一些品质 那需要你去碰触它 那这个东西才会去打开 但基本上的这些技术 除了大滚球以外啦 大滚球的话那是很简单 只是里面装设一个光点 这四个技术基本上都是软体跟动作感测器 基本上就跟我们在跳舞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叫单一结构的技术 它没有所谓的跨领域的结构的知识 那我们用这一个东西来讲 各位也许觉得还有一点抽象 那当然我不能把我对邮据设计 或邮据场域的设计 或者对儿童体验情境的know how讲出来 当然是不会去讲这种东西 那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 是一个比较没有妨碍的例子 我早期的部分我是在负责土地开发 然后刚好那时候曾经在台北任职 那时候我当土地开发的承办人员 那各位看到中华路不是一大堆旗舰店吗 那其实很多家都是当初我跟他签约跟续约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既然是承办人 当然是朝你条件都是我拧的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条件的部分的时候 就当然就会既然租给人家 就会有一些程度纠纷嘛 那曾经有一家 他的消防管线都过不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好在因为我约定的好 所以我很快的收到房租 因为基本上的话 当房东的人你一定要把契约嘛 而且我所有的约几乎都有公正 而且都可以进为强制执行 所以我的问题是很小 只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很好奇 我想说这种消防管线的设计 之前不是会审核吗 你如果按图施工你怎么会过不了呢 那就忙了很长一段时间 让我对这个东西印象深刻 结果因为这件事情 我去读遍了所有的消防法规 跟所谓的消防设施规则 去读这种东西 当然我后来没有去考 因为那个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我是要了解它 可是后来的时候有另外一家厂商乘租 因为不断有一些汽车乘进来 汽车旗舰店进来 结果突然有一家 它消防也过了 可是问题它没有什么密密麻麻的管线 我个人就觉得非常好奇 结果它是利用一种移动式的消防设施 那在那时候我印象就很深刻 后来我几乎所有的承租户 我都要求说那很简单 人家这样可以过 你这样就应该可以过 你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 很多消防的人 或者消防工程公司 他为了赚钱 你管线拉的越多对他来讲越赚钱 所以他设计的时候 他当然要给你设计一个管线多的 可是谁规定一定要有那些管线 有人就可以从建筑法规的适用性 去得到更好的利用方式 这就是重点 因为消防是消防建筑是建筑 特立是特立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后来也遇到一个土开大师 那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跟他请示过 但是各位想想看 你看我其他YouTuber 大概也可以猜得出谁 他就是黄大师 土地开发界的黄大师 他目前好像有出四本书 非常有名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请议 他说台北市的第一家 超挑高的Disco舞厅 他就应用所谓的建筑结构设计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对我有用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当汤姆龙 董事长特别助理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突破这个挑高 我每次都给那个消防管线 气得半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那是开放工具 根本不可能会着火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没有火源嘛 可是问题要符合这些消防法规的话 给这些东西搞死 我就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办法去处理 可是翻遍了所有消防设施的东西 都是消防解 可是我可以从建筑结构去突破 因为既然为什么东西 我今天只要环户避难车 是做得最好 做得最顶级 对不对 我其实不用那一些水啊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一些二氧化碳 其实那些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停车场里面的二氧化碳 只要一喷射的话 机房的部分 那里面的人根本一点活的希望都没有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去突破这样的东西 直到我上了那个黄大师 土地开发的课的时候 我才整个霍栏开栏 而且我后来不仅上了他一门课 我上了好几门课 然后还他有在回国的时候 我还会再去上课 所以基本上我算是他的粉丝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创业者的构想 你要能够跨结构 你不能够从单一观点去想它 像举个例子 为什么很多室内设计会很复杂 会很危险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结构知识 所以现在很多室内设计在乱搞 乱搞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跟你讲说很简单 反正室内设计 他在整个签约的过程的话 他不知道反正怎么用 他责任也不单 他就跟你讲说 我跟你阳台外推 整个拉铁板 他那个整个铁板出去的时候 是没有结构基础 因为他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他根本不会去做这些计算 我看过很多大楼 整个往外推的那个 那只要地震来 十之八九 那个都会下去 为什么 因为太重了 因为他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 邮据设计的时候 同样概念也是这样 你要懂的结构设计的概念 你的那个邮据设计的 才会安全 那结构设计的部分 当然我也是透过自修的方式 那未来也许有实现的一天 也许没有实现一天 但是重点是 我的学习方式是这样子 过程是有趣就好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